今天的現場 我們有很多的僑胞朋友 是專程回國來參加國慶活動 那麼今年因為疫情的關係 大家回國一趟 必須要排除萬難 更要進行居家檢疫跟自主隔離 大家辛苦了 我要向各位僑胞朋友表達最誠摯的歡迎 謝謝 也歡迎你們回家 謝謝 謝謝 今年的國慶晚會 我們邀請大家來到基隆 基隆是我們大家常常說的臺灣頭 更是通往世界的門戶 今天我們所在的西四碼頭 附近的西二 西三碼頭 都是非常重要的歷史據點 那麼除了軍港遷移 現在整個基隆的港區也重新整修規劃 有很多新的發展空間跟腹地 那麼尤其是這幾年 基隆也成為郵輪的中心 他也被獲搬為亞洲最佳的郵輪的母港 相信基隆會繼續成為國際觀光 交通的重要的樞紐 這種新舊共好 就是要把握過去的歷史的特色 融入創意和創新 打造出新的城市活化藍圖 也就是說今年我們國慶的主題 榮耀傳承 以及與世界接軌最具體的展現 那麼這幾年來 我們持續的努力走向世界 那麼今年呢 臺灣不僅守住了我們的疫情防線 也協助其他的國家對抗疫情 在全球經濟大部分都呈現衰退的情況下 我們仍然維持著正成長的表現 這些成果是我們所有臺灣人共同的努力 那麼隨著全球的政治經濟局勢的轉變 臺灣越來越受到重視 未來除了我們繼續發展我們的產業 我們在世界的舞台上 我們也要積極發揮穩定的力量 促成區域的穩定 跟和平跟繁榮 那麼今天晚上的節目 是融合的多元 而且跨世代的流行文化 那我相信今年的國慶晚會 是第一次有喬生來參與演出 而且鄧麗君歌唱比賽的冠軍 也今天會有所演出 也非常令人期待 希望大家都能夠享受 今天的晚會可以利用國慶假期 到基隆來走走 來感受基隆的轉變和美好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